好了,各位,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今天這裡,大家不知道是否認識 我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就是這個湯北的桃園機場 這裡是接機的地方 很唏噓的 以前也很少來這裡接機的 現在變成台灣的居民 還沒做公民 還在等新聞證 接什麼呢? 來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接我太太的一個好朋友 她很久沒來都不是 都是年禮沒見 但是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親見了沒有貼機 最近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來的 有些都不方便露面 不方便說,當然就不說了 這個我太太的朋友都不會的 為什麼一定要跟大家說說這件事呢? 就是這個桃園機場 其實最近也有很多工程 這三年來 很多香港人都沒有來到台灣 就不太好覺的 這裡都不太覺的 大家看看吧 這裡呢 就是叫做裝修過的了 叫做裝修過 跟香港當然沒得比 但是呢 都新鎮了很多的 尤其那一年時 就算我來台灣呢 這個桃園機場呢 它都已經是 Renoway 了 就是已經裝修過的 那就叫做 伸促促一些 所以都拍給大家看看 那今天呢 都過機場 這裡接機大堂呢 都多了人了 那都已經不是說 最傳承時機那麼厲害了 因為還在桃園機場 是一個很大的機場 那平時呢 大家都比我更清楚了 都沒有人了 那今天呢 都算是多了人了 那可能過了一個月 兩月是更厲害的 那純粹就拍給大家看看 下個情況是怎樣呢 都就是 給大家小弟一些 感觸 好了 今集就先到這裡了 OK 拜拜